一鸣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路边这两种钱绝对不能捡 若是出门捡到钱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喜出望外 但是想过没有 也许这种非来横财和非来横货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毕竟上天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的 捡钱这件事大有讲究 在不同的地点 捡钱预示着不同的事情 那么从风水知识大权的角度来看 大清早捡钱是什么预兆呢 捡钱又有什么经济呢 生活中我们怎么用钱 可以增望自己的财运呢 今天小酱汁给酱友们具体说说 一大清早捡钱对个人运势究竟有何影响 一财运刚刚开始 清晨是一天的开端 所以在大清早能捡到钱 说明这个人的财运才刚刚开始 虽然捡到钱不一定能够置为己有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的财运就会慢慢发生变化 收入会逐渐增多 并且参与投资理财都能够有所收获 跟别人赌博什么的 极大可能也会赢 二 事业将有好的发展 大清早捡钱预示着事业将有好的发展 对于事业刚刚起步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而对于那些工作了多年 还没有起色的人来说 就更是一件令人感动流泪的好事了 不管怎么说 人的一生对于事业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能有好的发展 固然是一件好事 三 有小的破财 对于大清早捡到钱的人来说 还有另外一种预兆 就是他们可能会有小小的破财 在买东西的时候 可能买到偏贵的 也有可能在某个时候丢掉一点钱 也可能是身边有亲戚朋友找自己借钱 又或者是被陌生人骗取一点钱财 但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必太过担心 四 奇妙的际遇 大清早捡到钱的人 很可能结识到自己一生当中最宝贵的朋友 又或者是能够认识三观相符的异性 就捡到钱这一件小小的事来说 就可能蕴藏着无限的可能 很多奇妙的际遇就隐藏在其中 五 发生争吵 大清早在路上捡钱也会有不好的预兆 就是会跟家里发生一定的争吵 两个人会在一点点小事上面产生完全相反的看法 于是就因此越闹越大 最终发生了争执 并且谁都不肯退让 关系会因此恶化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办法和好 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在大清早捡到钱 有好处也有坏处 谁也说不准 所以看到钱到底要不要钱是一件难事 这就要看个人的想法了 但是对于贪心的人来说 可能不论什么情况都会捡了 二 捡钱禁忌 平常走在路上 很多人都会无意间发现地上 有不知道是哪个大头瞎丢的钱 而遇到这个问题 如果把钱捡起来 风水上大为讲究 因为在路上捡到钱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我们不能完全清楚 但小酱汁敢肯定的是 如果是在路上捡到了这两种钱 基本上都是坏事 会给你招来厄运 不信你试试 一 折成三角形的钱 路边被折成三角形的钱 和用线包纸的钱千万不要捡 在民间一直有一种说法 亲人患了重病或者倒了大霉 可以从患病身上取下支架或者头发 用钱包住 夜晚找个十字路口丢下 民间认为十字路口常常有鬼徘徊 意思是让鬼带走霉运 还有一种意思是把自己的倒霉运 和身上的脏东西给丢到路中间 如果谁捡到这个钱 这层关系也就自然转嫁给了他 破解方法直接烧掉 并且当天去人多的地方 电影院 商场 学校 这些地方人多且阳迹中 二 时候扔小钱及时花掉 时候扔回一些小钱 如果十一百扔回一脚 且当天捡到的钱 一定要当天拿出去花的一分不剩 而且还得精确算质来花 例如一百就只能照准了一百花 不能花九十九块九 也不能花一百零一块 还有就是只能买鞋吃的用的 绝对不能用这个钱买衣服 买了衣服就等着没运不断 民间讲究 有人生病或者说运气一直不太好 就会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丢到地上 这样就等别人把钱捡了起来 病或者不好的运气 就会转移到捡钱人的身上 所以你在路上捡到的钱 很有可能是别人故意丢掉的 要是捡起来不赶快花掉 那么就有可能生病或是走没运 捡了钱会给自己招来祸害 这个其实和路不时宜的风俗 有很大的关系 而现在还有不少的犯罪分子会故意把钱丢在路上 然后用这些钱来诱骗捡到的人 欺诈他们的钱财 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损失 三 怎么样用钱忘财运 除了小将之上面说的捡钱风水 在生活中你对待金钱的方式 也有可能影响你的运势 尤其是财运 那怎样用钱忘财运呢 小将之认为一定不能对钱做以下是件事 一 钱上留大名 一些人将自己的名字或者公司名字写在钱上 这样会让自己的财运随着钱币的流通而流失出去 二 随身没有合适的钱包 过去一块银元用手帕包好怀穿不胸口 那是保命钱 现在日子好了 都有钱包 即使这样 还是有人不大会用钱包 衣服口袋个个都有钱 书本上也夹着钱 爱车上也随处可以见到钱 其实钱包都是有讲究的 您不选好钱包都不行 更何况那么不尊重钱 钱会尊重您吗 三 洗衣机当点抄机 洗衣服之前呢 要先看看自己的衣服口袋中是否有钱币的存在 先忘不要让洗衣机充当点抄机 否则长此以往 财运会被洗得干干净净 四 小心裤随处放 乌宅方位也是有讲究的 倘若不小心把财富放在了衰位 而不是财位等其他合适的地方 那么保险柜中的钱越多 财运漏得越快 五 不要找回的零钱 很多人平常不拿一元以下的钱当回事 经常会在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卖家找回的几毛钱 殊不知您的财运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方向 六 不减路边的零钱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在路边商场等公共场合 瞧见过岁钱 票额大减钱的人多 倘若是一分钱 相信不少人不要说减了 看都不屑一看 更有甚者一脚将钱踢开 踢得越远越开心 殊不知呀 这是将财神给踢开了 七 不把破损的钱当回事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破损的钱 甚至剩下一半的钱 有人觉得没时间或者认为不值当 要么留在家中 钱包中 要么送人 甚至扔掉 这些钱其实还可以到银行兑换 八 把钱当工艺品 有人将钱扎成工艺品的模样送人 有人将外国一些不大值钱的纸币糊在墙上 甚至有人出于某种目的 烧钱毁钱 这样做都是会损伤财运的 九 当众撒大钱 有家公司为了宣传某一产品 竟然在气球上往下撒钱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 不久就倒闭了 也有些所谓的大款会出手大方 在某种场合撒钱 殊不知 这样做就是把您的财运给送走了 十 家里到处都放钱 有些人为了贪图方便 家中的抽屉 书柜 桌子 甚至沙发上都有钱 随意乱放 随意处置 这会带来让钱财散尽的风险 总的来说 在路边捡钱有好处 也有坏处 谁也说不准 所以看到钱到底要不要钱 是一件难事 这就看个人的想法了 但若是你不尊重钱 所以乱扔乱摆 对你来说绝对是个坏事 长时间下去 必定让你夹败人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